台獨是沒有路的 我們要追求和平統一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都是中國人 台灣主要今天這個地步 主要統一一條路 統一我們可以和平 統一我們有尊嚴 統一讓這個民族復興起來 我們的一百年後的子孫 會給我們束大拇指 我們是對的